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家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景点上最新消息 在历经18个月的强劲增长 全球的时尚行业再次面临充满挑战的环境 利元政治的影响,恶性的通货膨胀 逼迷的客户情绪 已导致时尚行一2022年下半年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麦肯锡预计,行业增长放缓状态可能会持续到2023年 借此,麦肯锡一与时尚商业界联合推出了报告2023年时尚报告 该报告讨论了塑造时尚经济的主题 评估了一系列可能的回应 揭示了有可能在未来一年 时尚行业赛道里可能出现的趋势 除了预测整体趋势外 麦肯锡也对时尚行业的高管们进行了调查 在成本利润应对 任门产品类别预测 相关涉足领域等问题上做了整理 结果显示 在优质且有潜力的类别方面 时尚领袖们预计 随了越来越多消费者转向在家工作 疫情期间形成的休闲化趋势将继续下去 休闲中 其次是运动装和运动鞋 是高管们认为增长潜力最大的产品类别 配饰 珠宝和正装鞋排名最低 这也反映出 在经济不确定时期 人们确实会削减非必需品相关支出 然而 尽管高管们认为 消费者将继续在日常生活中穿着休闲 但近40%人预计 随着婚礼等特殊活动的恢复与增加 相关场合的服装 将成为2023年增长最快的三大服装类别之一 1000加万人次阅读 800加万字 1000加多篇的智库洞察 400加期500加小时 400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解读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 商机智库阿米跨境